赵佑婷 看看赵佑婷先生的这道题目是什么呢 请看 赵佑婷上综艺节目 结果遇到第一题 如果和老婆远远发生争执 该怎么办 没想到 是没有我混不好的 能不能好好玩游戏啊 赵佑婷 能不能好好玩游戏 这话一出好大的口气 但也让人看了救星 只是如果感情真的出问题 赵佑婷说不会找好友 软金天帮忙 赵佑婷非常清楚 我平常有时候 其实不太回短讯的 就是你不是一个手机控 你很少会看电话 我很少看短讯 有时候赵佑婷传讯给我 大概一个半月才回 如此不爱接电话 软金天当场被主持人谢娜吐槽 你这几年又不接电话 又没有另外一半 工作至于你在练功吗 不过关键来了 假如被另一半骂 或者是意见不合 软金天又要如何来哄对方 告诉你 我这辈子没怕过谁 可我现在觉得你有点可怕 我干什么了 你刚才喊球我没喊到你 你才可怕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老婆 霸道又歪楼 小贩一堆人 反倒是赵佑婷一句话 让人融化 不让我睡觉 我想死 我就是要睡觉 我没什么不让我睡觉 那酒再逼我睡觉出来吗 我不行 我就要睡觉 你在这儿睡吗 起日猛奖台湾男神在渡合体 两人的萌反差 让对岸综艺节目收拾再创一波好成绩 记者综合报道